槍手阿國邱國龍,一手挾持人質,一手持槍,下一秒 嫌犯突然開槍自盡,大批警力衝向前,終於結束警匪對峙 懷怨這驚險84分鐘,警方全副武裝,盾牌頭盔通通到位 還有狙擊手以紅外線試圖瞄準嫌犯,四周也全拉起,封鎖線 就連路口也被警方用巡邏車堵住,禁止民眾靠近,場面相當緊張 軍民想到事發經過還是很害怕,怎麼也沒想過家門口會有警匪對峙 事發地點周圍通通封路,轄區警方分別在分局前路口,貴陽街,西原路口 以及青山宮前設置三個管制點,封鎖大約260公尺的道路 禁止人車進入,就怕隨時會發生警匪駁火 但槍擊第一現場在鬧區,警方也派駐大批警力 整個槍擊艦的第一現場就在西門町的這棟大樓 當時是晚上七點多,整個西門商圈人潮相當多 而且這棟大樓轉角過去就是電影街,場面相當驚險 街頭變成槍戰現場大批警力支援 除了轄區萬華分局,中正一,大同市行大,寶大和交大 合理派出154名警力圍捕 槍擊案發生在民宅和鬧區,警方高度戒備 就怕一個不小心,傷及無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